Let's go, let's go 云开雾散 豹武园小徐终于把附近的直升机呼叫了过来 挤进碳鱼飞机的迷你舱 灵活机动的空中追鱼 那叫一个奥利给 我第一次坐直升机 从高空俯瞰海洋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直升机比船更快 比辽网站更高 是寻找浮水鱼的利器 但是那天飞了很久很远 望远欲穿 就是没有找到浮鱼 未见飞鸟也不见浮鱼 返航的途中 小徐突然发现海面有一块漂浮物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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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小艇 负责瞭望的杰拉收到消息 赶紧开小艇前去打探 原来这是一个随波漂流的急鱼器 在看似波澜不惊的海面上 杰拉闻到了附近有鱼群聚集的气息 鱼探查的感度比较好 推车的机遇应该比较多 期待看明天会不会来 秋船长推断 明天凌晨 深海聚集的鱼群就会浮出水面 而现在的任务就是咬紧目标 破晓时分 早已各就各位的船员们 等待着下网的指令 几台起重机将尾网慢慢拉出水面 从钢索脚盘机的受力程度推测 秋船长预感到他心心念念的大网头 真的来了 上百吨的渔货 能将剩余的冷冻舱一网打尽 幸福来得太突然 十几台拉网机顿时火力全开 回网收到一半 突然警铃大作 在漏油 那个液压系统出问题 腰块包装 可能被钢丝碰到过 然后现在有油溢出来了 找找原因 先找一下那个漏点 我在机船警报一下 那我把它下面查了 找来找去找不到 大概油挺可怕的 几分钟时间几通油就没有了 油塑料有限的 我们备用的就是几灯油 负责轮机的老蔡 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油压器里到处漏油 却找不到断裂点 现在正在收我 因为油压坏掉了 所以都要停下来 等机船修好了再骑我 起掉底缸的液压起重壁 突然停机 失去牵引的缸锁 绳套和渔网 在涌浪的冲击下相互纠缠 如果不及时清理 他们很快就会打成死结 清机之下 杰拉和几位熟悉水性的船员 跳入海中 他们要让那些 虎脚蛮缠的绳索不再纠缠 这边打开 我想到了可能是底缸机里面有问题了 摆子拿开一开 那油生出来了 所以里面油已经满了 它有个泽的弯度太大了 直接把这个地方给破裂了 当时正在起网 底缸正好久事啊 那时候正好破裂 第一次起重这么重的渔网 机械臂也爆表了 换上一根大号的液压管 满血复活的起重机再次启动 刚刚出水的金枪鱼 还来不及反应 就被塞进了虚伪一带的冷冻舱 最后一百吨的小目标终于完成 邱船长要打开保险箱 去兑现他对大火的承诺 手握一打奖金的邱船长 把几位表现出色的船员叫到驾驶台 外籍船员杰拉在起重壁失灵后 率先跳入海中清理绳索 受到了船长的奖励 而船员黄长华 因为瞭望发现基里巴斯遇险渔民 获得最高奖 在这收获的喜悦 中泰六驶向基里巴斯的塔拉瓦渔港 按照国际环保组织的要求 捕获的金枪鱼需要通过当地渔业部门的监管 同时转载过程还必须有环保部门的监督 先期抵达的中泰期也正在接受转载前的查验 办完了所有检验手续 中泰六上的一千多吨冰仙鱼将全部转运回国 这艘中国水产公司的运输船 往返于中西太平洋和中国主要渔港之间 是远洋捕捞船员连接遥远故乡的纽带 是远洋捕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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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捉 林亚公司的系列 旧同罚 一个 identifying时候 岩井的西太平洋 雨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